大家好,我是派大帅,欢迎收看本台,我是观战一把目前胜率高达72%的人黄,都黄,傻豆啊 毛女入恋杂技前锋,这个阵容说实话的不扎实,不扎实 但是这套阵容修机速度其实还是挺快的,毛女入恋杂技,这三个人如果不被干扰修机子 但不太可能硬抓前锋吧,抓应该最终还是要去抓其他人的,但这边抓入恋师肯定不是一个好选择 先注意到前锋想,前锋那边一个球拉好,过板子,这边有没有一刀,没有,这边有点着急 这刀没打中,这一轮花时间打这前锋,如果说像现在这样子就直接走的是肯定亏的 因为这前锋的球也没耗多少,血线也没磨下来,对吧 砸了个头,不得不说这把前锋的一个距离把控也是到位,红蝶的有两刀比较着急 还只能换抓了吧,不可能再抓前锋 再抓前锋,再抓前锋,闪现开第一刀,那就是下了决心要抓这个前锋了 那前锋现在手里面还有三分之二的球 你飞过来我拉球嘛,不然你飞过来我拉球,要进交互点,板子没拍 你没闪现了,我怕个毛线 灵鹫都给上前锋了,第一波都不需要人救 现在前锋就是,你将飞我交球,你将飞我交球 这样子拉三波,时间上面来讲也已经三台半了呀 前面两台机已经修完了,路连世前期的机子套会被杠了一下 这边应该也差了,路连世的机子倒是有点慢 呃,前锋就是倒地,挂上以后直接给灵鹫,灵鹫应该是在那个大房二楼的 刚才路连世应该是去放灵鹫的,看一下怎么说,路连世这边直接走了 灵鹫这边应该也是知道,就是你可能灵鹫在那个大房里面 所以说尽可能的去靠近大房,这边灵鹫给上,前锋手里面还有一段球啊 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前锋怎么溜,因为前锋手里还有一段球呢 下来以后无敌时间先进交互点 先进交互点,然后板子这么一拍,对吧 往上面这么一走,他没有往上面走 他可能觉得这边往上面走的话,距离上面来讲有很长的一段是没有交互点的 不如我在这边卡交互点,好像也可以,好像也可以,没飞过去 下一波,我们来算一下机子,现在来看的话机子已经够了 盲女这边的机子修完了,路连世这边机子差不多了,杂技这机子也够了 应该是一个压机 但是看是不是救人还是直接亮 直接亮,直接亮前锋二挂 这边的话,红蝶底牌直接切传送,还有20秒的CD 盲女这边已经贴上门 说实话呢,这局真的这个前锋牵制的也太好了 然后再派上入恋师不需要人救,他们的机子真的太快了 我三分钟出头,密码机已经好 我本来说这三个人不被干扰,修机会很快 但我没想到真的不怎么被干扰 真的没怎么被干扰,这三个大哥就修完了,前锋一个人溜穿 一手灵就直接把马鸡脱料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是改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